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由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热点背景 机密文件显示1985年美军曾经考虑向中共发核武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纽约时报22号的报道显示 现年90岁的前美军分析师艾尔斯伯格 披露了尚未解密的1966年美军研究资料 指出中国在1958年炮轰金门之际 美国动念以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 并且也接受苏联可能加以反击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 显示了当年台海局势的险恶程度 以及美国捍卫台湾的决心 均比外界所认知的要更加的强烈 尔斯伯格曾经在1971年的时候 曝光了美国参与越战的国防部机密的研究文件 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 悄悄的在网络上首度公开了 有关于台海危机的国防部的机密研究文件 但是直到美中再一次因为台湾问题对立 才感到有必要引发更多的讨论 文件内容指出 在金门炮战爆发之后 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库特纳曾经主张 一旦两岸爆发了武装冲突 美军就应该率先的朝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 但是仅限于空军基地 认为如此便不会引起美国政府当中 一战者的反对 与此同时 当时的美国官员不否认 此举极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盟邦苏联 进行核武的反击 但是美军官员宁可如此 也不愿意冒险输掉金门 时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锤宁 还曾经表示 如果攻击中国的空军基地 无法遏制中方军事行动的话 美军就不得不增加核武的攻击选项 最北应该将上海纳入了轰炸的目标 但是他也坦诚 这么做势必会让台湾甚至是冲绳 也沦为了核武器攻击的目标 但是如果美国国家政策是捍卫台湾 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后果 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当时也向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坦言 台湾沦陷就代表着中共更进一步 最终时任总统埃森豪瓦尔 驳回了诸位将领的建议 仍然决定先采用传统的武器 不过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 已经不想再打一场 类似于韩战的传统的战争 美方的官员一致相信 除非中共停止夺进门的行动 否则美军下一步就会动用核武器 专门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 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 文安利认为 这份机密资料不仅富有历史价值 对当前局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显示了在1958年的时候 美国比他以前认为的 更加要接近使用核武器 且在整个决策的机制当中 也比原来外界认为的 附带了更多的说明 此外文件当中也指出 即使是在当年 美国对于能否光靠传统武器 成功的捍卫台湾 仍然有许多的迟疑 因此文安利直言表示 随着中国传统军力大幅的成长 且同样的拥有核武器 如果中方现在打算侵略台湾 美国的决策者将在思考 核武部署方式的时候 承担庞大的压力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宋一鸣 也肯定了该文件的参考价值 形容两岸一丁点的风吹草动 都可能让情势越来越糟 但是现在的官员 势必也与当年的官员 有着同样的疑问 王静渝迪拜被抓扑朔迷离 中史馆逼迁神秘文件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因为质疑去年中印边境冲突当中 中国军人死伤的真实情况 而被中国重庆警方网上追逃的 美国永久军民王静渝 在5月20号的时候突然通过接朋友向外界求助 称他4月份的时候在迪拜转机前往美国的时候 被当地的警方拘捕 现在又被遣返中国的危险 王静渝目前被关押的地方是迪拜的警察局的拘留所 王静渝4月5号的时候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 前往美国的途中在迪拜转机 突然遭到了当地警方的抓捕 被关押在了迪拜移民局48个小时之后 王静渝被押送到了当地的警察拘留所 被关押至今 在此过程当中 迪拜的警方告知王静渝 他被捕的原因是涉嫌侮辱宗教罪 王静渝并不承认这个罪名 他说这完全是一个胡编乱造的罪名 他在接受一些中文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说 他只不过是从迪拜过境 怎么可能有侮辱宗教的行为呢 根据王静渝的朋友提供的保释单上的保释申请号 在迪拜的检察院的网站当中 查询到了这起案件的初步情况 其中提到王静渝涉嫌的罪名 是侮辱一种公认的异神论宗教 根据阿灵球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匿名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 司法系统的信息显示 王静渝在2019年底到2020年初 曾经到迪拜旅游 住在一家会员酒店 他在离开酒店的时候 在酒店的网站当中 留言辱骂酒店的服务人员 并且侮辱伊斯兰教的神灵阿拉 这些行为都触犯了阿灵球的刑事法律 所以现在警方对王静渝指控的罪名 包括侮辱他人罪和侮辱宗教罪两项罪名 王静渝在电话当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 目前法院已经驳回了这起案件当中 对他的起诉 王静渝的朋友还补充表示说 案件已经在5月11号的时候撤诉 但是自由亚洲电台在迪拜检察院的网站当中 查看到这起案件处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前述的那位阿灵球政府的消贤士也表示说 检察院还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 起诉到法院的时间目前还不能够确定 从目前查询到的资料来看 这似乎是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 但是在5月20号 王静渝通过及朋友向外界求助 使案件出现了政治力介入的疑云 王静渝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 在他被关押期间 中国驻阿灵球的使领馆的人员相继现身 目的是要让阿灵球遣返王静渝 王静渝表示说 从他被抓 中国使领馆的人员一共来了三次 第一次是中国驻阿波扎比大使馆过来的 后两次是中国驻迪拜总领馆过来的 是要让他签字 还对他说 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坐牢了 王静渝强调说 这些使领馆的人员还向他承诺说 他回到中国之后 警方不会抓他让他坐牢 只会做一个笔录就好了 但是由于这些文件都是阿拉伯文 王静渝担心其法律后果 并没有在上面签字 因为此前有关于中印冲突的直率言论 引起的政治风波 他更加担心自己被遣返中国之后 会遭受政治迫害 王静渝曾经对媒体表示说 中国警方曾经一再的威逼他回国自首 但是前述的那位阿灵球政府的消息是表示说 目前还找不到中国使领馆的人员 前往拘留所同王静渝谈话的书面记录 王静渝案件的保释担保人艾哈迈德 则怀疑使馆人员探视的可能性 他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 拘留所开放探视受到了限制 以前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他不好说是或者不是 王静渝的朋友则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 因为王静渝身在看守所 他还无法拿到王静渝所称的 中国使领馆要求其签署的文件 里外的检察院的网站当中的信息显示 王静渝在4月19号的时候提出了保释的申请 4月26号的时候获得了批准 根据前述的阿联酋政府的消息室表示说 只要王静渝把护照拿出来质押 他就可以离开拘留所 在当地居住 等候案件的审理 但是王静渝并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这位消息室对此表示不太理解 保释担保人艾哈迈德则表示说 可能王静渝还不太懂保释的程序 所以没有及时的行使保释权 而王静渝则向自由亚洲电台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他说他的律师是这样告诉他的 说他这个案件已经没有办法使用司法的手段来解决 他说是有特殊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他说如果按照法律层面来讲 他现在不应该在监狱里面 王静渝向自由亚洲电台强调说 虽然保释已经批准 但是因为移民局要遣返他 所以看守所一直不放他 王静渝的朋友则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从律师处获制的信息说 移民局并没有告知要遣返他的理由 但是律师不方便接受媒体的采访 王静渝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 他向外界求助是基于律师的建议 他说他向他的律师透露了一些情况 说他在中国可能有麻烦 他肯定不能回中国 他的律师就表示 他可能需要找一些国际组织来关注这个事件 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让他恢复自由 5月20号的时候 王静渝接受了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在内的 至少四家中文媒体的采访 在推特等一些社交媒体上 他在迪拜被抓的消息也迅速的扩散开来 但是这些消息都多数的聚焦在他之前的政治风波上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 傅希秋牧师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说 在得知王静渝面临遣返中国的危险之后 他第一时间启动了救援的程序 目前白宫的官员已经介入了救援 目前身躯纽约的明镜新闻集团的时政分析人 马俊先生认为 外界的这种反应可以理解 马俊曾经在迪拜居住过很长的时间 他知道很多起在阿林球的阿波扎比机场 和迪拜机场转机的中国新疆维吾尔人 被中国警察抓走 直接送上了回中国的飞机 他还透露说现在中国的警察在阿林球有驻地 他们是以侦办经济案件的名义待在那里 但实际上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对异议人士进行恐吓和抓捕 但是马俊认为重要的还是王静渝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 王静渝案的保释担保人艾哈迈德 则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王静渝向媒体求助未必起作用 反而可能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 他认为阿林球的法律是公平的 人们不会被无缘无故的被投入监狱 法军总参谋长表示说 世界秩序正围绕美中竞争来重组 来自法广的信息说 费加罗报5月22号的时候 刊登了对法国军队总参谋长 弗朗索瓦·莱克·因特雷的专访 专访当中后者表示 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秩序的重组 其围绕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而展开 在这一次重组当中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迫要选择立场 他说法国和欧洲必须要通过依靠战略伙伴 来代表一条平衡的道路 在莱克·因特雷看来 到2030年冲突的风险将增加 紧张局势将比当下更加的严重 升级的风险也更大 他指出在冷战结束的时候 一些人天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 不会再有重大的冲突发生 莱克·因特雷表示说 我们正走向世界秩序的重组 其围绕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而展开 他认为在这一次重组当中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迫的选择立场 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这正是因为法国和欧洲都对此没有兴趣 即使不存在质疑我们与美国关系的这一问题 他说这至关重要 我们也绝不能够让自己卷入中国和美国之间 可能出现的无差别的对抗 在他看来法国和欧洲必须通过依靠战略伙伴 来从中代表一条平衡的道路 莱克·因特雷谈到欧洲正努力的设想及战略自主权 他承认的确这是非常困难的 欧洲是建立在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之上的 归根结局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点的形式 他提及构建一个共同的政治认同 在短期之内无疑更难以实现 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要么欧洲停留在原地 最终将从国际舞台上消失 或者说他将能够对其公民的安全期望做出回应 莱克·因特雷强调说 欧洲的下一步将是在国防方面的努力 莱克·因特雷表示说 今天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是令人担忧和破坏稳定的 中国的态度是征服资源和采取立场影响大陆平衡 针对在这种情况下 信息战会不会变得更为重要的问题 他表示说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他表示说我们的敌人将尽其所能 破坏我们国家和国际行动的民主基础 他也补充说 最近的事件表明 他们毫不犹豫地干预选举进程 或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 传播有关于我们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 面对这种情况 军队必须要能够发现攻击 并在攻击涉及其在国家领土之外的行动时 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通过谴责操纵行为 恢复真相以及反击敌人的宣传 特别是在网络领域的宣传来做出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